看完凯特王妃行屈膝里,再看看这些名愿行屈膝里,谁的最优雅? 当地时间2017年4月16日,英国伦敦,英国王室在温莎城堡出席复活节礼拜,凯特王妃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行屈膝,在礼仪专家看来,凯特王妃的屈膝里,比较符合现代社会的基本要求,优雅又大方。 凯特王妃虽出生于平民家庭,但她嫁入英国王室后,行为举止都非常符合王室规定,不愧是未来皇后。 除为凯特王妃向英国女王兴屈膝里的为美照,由于威廉王子的缘故,女王对凯特王妃非常有好感,从她们日常合影可见证一二。 距离一专家回顾,屈膝里至少可以追溯到中世纪,十七世纪的时候,开始逐渐成熟,而真正流行,还是在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。 图为英国历史上,第一位女首相,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八十岁生日时,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前往祝克,撒切尔夫人行了一个优雅的屈膝里。 这张拍,设于2018年的英国皇家马会上,已与安德鲁王子离婚的三位王妃,向英国女王行屈膝里的为美照。 屈膝里原是女孩或者女性,由于当时的裙子很大,行礼的时候需要特别做姿势,如今逐渐的演变成为如今面对英国王室成员时候的一种治理方式。 这张是荷兰王后与英国女王的合影,除了穿搭的体优雅以外,马克西满的礼仪也让人佩服。 她在见过英国女王后,第一时间行了屈膝里,姿势优雅又标准,真的美到最。 新闻解密原创文章,未经允许不得转载,图片来源互联网,完全归属作者。 新闻解密原创文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